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为地上的事所祭拜 天主教人士反驳说 这些已死的圣徒 再是一生敬虔与怜悯他人 难道说他们在天上 就没有任何怜悯人的念头 替人代求吗 我们不当这样过度好奇 猜测他们在天上 做什么或想什么 然而他们绝不可能背负 这样那样的复杂愿望 替人求这求那没完没了 乃是坚定不移的祈求 等候神的国完全实现 这不仅包括拯救信徒 也包括刑罚毁灭恶人 既然如此 以死圣徒的爱心 必是局限在基督身体的相通之内 不会逾越主内肢体团契的范围 不允许肢体向其他肢体祷告 我们可以承认 在这意义上 他们为肢体祷告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安息 没有听人向他们祷告 也没有照管信徒所求属世的事 更不可能做信徒的中宝 守护神 因此我们毫无理由向他们求告 圣徒在世时彼此代求 这是互相分担需要彼此担当重担 培养彼此相爱 他们这样做是根据神的诫命 和满有神的应许 此二者是祷告的最主要根据 至于以死圣徒与活着的信徒 互相代求 则完全没有此二根据 当神将他们从我们中间接去时 我们就不能与他们有联系 并就我们所能揣测的 他们也没有方法联系我们 然而有人争辩说 既然他们与我们在同一信仰上联合 则他们停止爱我们是不可能的 但是谁能显示 他们的耳朵够长能听见我们的声音 或他们的眼睛敏锐到能看顾我们的需要呢 其实天主教人士是在自己的黑暗中胡周说 神面上的光照在以死圣徒身上 使他们能从天上 如同从镜子中看见世上众人的事情 他们这样大胆地宣告 岂不就是如同醉酒之人 借自己脑中的幻想 妄想偏离神的话 来参透神奥秘的事 他们毫无圣经根据 如此不顾圣经 等于是将圣经践踏于脚下 圣经常常宣告 我们属肉体的智慧 是与神的智慧互相敌对 圣经全然定罪人心的虚妄 要我们放弃自己的妄想推论 吩咐我们要唯独仰望神的旨意 不可嫁添人的想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